台塑四保八月营收 仅南亚双翻红 传产业龙头台塑四保 周二公布八月营收 今年八月 八月合并营业有142亿 3073万元 第七点东西比较 减少了八亿 5839万元 率退到5.7% 台塑八月营收 也比前一月减少4% 主要是受到化锡进二厂税修影响 南亚八月营收231亿 年成长0.6% 月增2.1% 是四保中唯一双成长的公司 除了实货产品 受零二分税修的影响 使营收减少以外 我们其他产品都稍微有增加 电子材料的营业额增加了6.1亿 加贵性电子产品需求相当的一定 车用还有高阶的伺服器用的电子材料 销售成果也不错 另外台化及台塑化 八月营收分别为265.3亿 即416.9亿 总计四大公司 八月营收1056亿 月减5.2% 年减4% 动新闻综合报导 六大公司 並且专门 地下就死了